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不但能够保卫到钓鱼台 更能够直接的射向中国大陆的沿岸城市 包括了像是福州 厦门 汕头等等 还有重要的军事基地 如果把它部署在澎湖的话 那么它的攻击范围更是能够涵盖整个中共的东南战区 虽然中科院不愿意证实 不过外界认为雄三增成型飞带如果能够量产 那么未来对于我军的战术运用将能够大幅提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熊三反舰飞弹从军舰上发射 直接打穿战车登陆舰 熊三飞弹过去射程比较短 必须开军舰到海上 从外海发射弥补距距离不足 现在传出改良款试射成功 从陆地就可以直接射击 机动与存活性大为提升 熊三增成型过去从没曝光过 中科院招募影片却泄露玄机 巨大飞弹实体一次就是熊三增成型 飞弹弹体比原本还要长一截 中科院选酒棚基地试射 在限定空域内成功转折飞行400公里 更增成型的这样一个飞弹来讲 那当然我们在运用上来 比如说我可以更停前去接战 然后在第二个来讲 我们就是有两种不同的射程的飞弹 可以去运用 台湾海峡最长距离有200多公里 一般熊三飞弹射程150公里 无法涵盖海峡 增成型熊三射程400公里 从本岛陆地就可以直接封锁 整片台湾海峡 中共在海峡的军港 也在射程范围内 只要能成功征收目标 就会遭到攻击 因为如果说增成型 它不管是弹体加大 或者是说我在弹尾 再增加一节的加力气 让它的射程增加的话 那这个当然使 它的整个尺寸都会变大 所以的确是 比较大型的舰领会比较适合 现阶段将以路上飞弹发射车为主 增成型熊三 我们刚才要赶快把时间交给 我们这个熊三专家的张成 张大哥 大家第一个想问的是说 我们这个所谓的熊三 增成型的飞弹 确实威力又往前推了 从以前我们听到的三百 现在变成四百了 但大家想问的是 这样的讯息曝光 有时候是不小心被曝光 还是说有某种原因 而我们的熊三增成型飞弹 确实它的威力有多么的惊人 我先想消息曝光的事情 事实上熊三增成第一次曝光 是在2012年的11月的时候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那时候发生 我们在跟日本有钓鱼台的争议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呢 媒体呢 应该就也不知道是 国防部刻意透露还是媒体 就是透露一个讯息说 我们有熊三增成 如果在宜良那边发射的话呢 可以涵盖到钓鱼台 在那个时候所发布的熊三增成的设程 就大概三百五十公里到四百公里之间 那在这礼拜一啊 就是昨天早上呢 那个联合报 也出现了这么一个新闻 熊三增成 在九盆外 那个九盆的那个四射场 四射成功 那射程达四百公里 是 我先说一下 这个如果只看这个数据的话 比较不军事专业一点 一般来讲 我们军事专业 在会讲一个飞弹的射程的时候 通常都会讲有效射程跟最大射程 是 什么叫有效射程 就大概97%的命中率 叫有效射程 最大射程是可能会降到 85%叫最大射程 那这个数字 我们可以摆在心里面做参考 有可能这数字 那第二个我想说 是不是刻意泄密 就讲到说 在熊三志工招募影片里面 有那么一段那个 熊三的载具的样子 那我想 如果有去过熊 那个中科院的展示馆的话 应该知道 那个是个载具的 我们以前叫做 晴天载具的一个展示 晴天载具的确是 中科院当初在发展 熊三冲压引擎过程中的 一个载具过程 如果熊三飞弹 这么巨大的话 大家可以注意看 它的直径 事实上比现在的熊三飞弹 直径大很多 那是熊三载具在测试 冲压引擎用的 所以并不是 这个并不是真正的 所谓的熊三飞弹 那是不是熊三真诚呢 刚刚有专家提到说 加个加力气 这段我都不能多谈 但是我想从战略 跟战术的观点来谈谈 如果我们国家有一个 射程 有效距离350公里 最大距离700公里的 一个 一个 自海飞量 有什么效果 这张图啊 这边有个台湾地图 有个台湾地图 我们台湾的重 重深长度呢 大概是400多公里 那我们就把 用这个重深长度 比一下 比一下 那也就是说 如果台湾南端 台湾北端 台湾的西岸 它到底涵盖到什么地方呢 如果大家把地图 打开一摊一画 就发觉到说 大家知道台湾海峡 最窄的地方 150公里 最宽的地方 也约落400多公里 那换句话代表什么意思 第一个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中共的海军 的重型 大型船舰 在 沿着大陆边边 海岸线走的时候 已经是在台湾 所谓雄山 真诚的涵盖范围之内 这个在战略意义 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非常大 他就必须顾虑这件事情 顾虑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想谈的就是说 我们刚刚在影片里 也介绍说 这个是国防部所 中科院所申请的海空 实验海空管制的 一个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面 他画的一个管制 海空管制申请区域 那我刚提到说 我们用比例来看 这样子大概400公里的话 那这个大概也只有 100公里深 如果这个测试 我讲的是 如果这个测试 真的是400公里的 一个飞弹的测试 不管它是不是雄山 如果它是雄山 那它在这边 一定是绕圈圈 绕圈圈 绕圈圈 如果是真的的话 它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雄山 飞弹是可以设转折点的 设转折点 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在战术上 我们可以 集火攻击 就是说 我对同一个目标 我可以从不同的地方攻击 然后从不同的角度 达到同一个目标 集火攻击的目的 是让对方的船舰 在最后防御的时候 措手不及 就算你拦截到第一个 第二个也会进来 那我想从战略跟战术来讲说 如果雄山 真的有到400公里 而且按照报道上讲的 速度从2.5马赫 提到3马赫的话 那这个在战略战术上 都代表非常高的意义 第三点 我还是想讲一讲 就是说 这张海空管制申请图上 有一个数据 他说管制的时间 是从25号到27号 三天的时间 那通常这种申请 25号那天 就叫做我们叫做第一队 就是我们原来 准备实验的那一天 后面那两天 是预备日 那后面那两天 其实是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通常在不老民的状态 也不太会做的 除非真的发生状况 那看到时间 海空整理是从早上 五点半到七点 是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一大清晨 一大清晨 我们要做海空管制 空军跟海军 要把那空域海域 清理干净 要做 譬如说有海巡署的船 就要告诉所有渔民 说离开 现在是海空管制期间 那在中科院所做的同仁呢 他不可能五点钟 才起床去做这件事情 基本上那个晚上 就不用睡觉了 我想要在这边 很谢谢中科院的辛劳 这个其实要做这个实验 是很不简单的 其实大部分我们测试 都在这种状况下做完的 那讲完的 刚刚讲说 从战略战术 跟那个 我们这个 我想提一提 就是刚刚提到说 熊山 这个是冲压引擎 那我必须对中科院 因为这个志工招募影片 里面有很多是我们的先进前辈 我必须对中科院很多的前辈 说声谢谢 因为冲压引擎的研发 从民国七十年开始 到民国九十年左右 其实这二十年的时间 是完全不成功的 中间有经过非常多 完全不成功 现在大陆是报导说 说我们去超美国的 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完全不是 我们是把美国 冲压引擎的概念拿来 完全是我们本土 自己的工程师 自己的科学家 一点一滴做实验 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国防自主 其实相当的重要 而我们的研发人员 其实也相当的优秀的 而一个正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